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北齐,皇宫 就在当初和范贤饮酒的亭子里,皇帝,四里里,海棠朵朵三人为座。 北齐的语说来就来,根本不带任何犹豫。 偌大的皇宫在这场春雨的洗涤下,变得更为古朴素雅。 青石板上的水蛙,倒映着曾被范贤说过长得极好的树。 皇帝手中仍旧拿着那本诗神诗集,看到某一处时忍不住拍按赞道,粉身碎骨魂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 借无欲己,浑然一体,妙,实在是妙。 言罢,他放下书本看向海棠朵朵,小师姑觉得范贤能洗清自己身上的冤屈吗? 海棠朵朵刚包了一个橘子放进嘴里,文言急忙咽下,很难,一旁的思理里听罢,脸上愁绪见重。 皇帝又问,哦,说来听听。 只听海海棠朵朵道,南庆皇室的长公主被贬出惊,太子示弱,二皇子又立一大功。 整个朝堂上的风向已经变了。 范贤想要在这个时候,证明自己没有叛国,无疑是和整个南庆朝廷对抗。 就算他再怎么知己百出,想来这场明争暗斗也不会容易。 听说,他回到了自己,小时候生活的南庆淡舟,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何打算。 两国暗探始终在相互刺探情报,文庆能在上京城里留下暗探蝶网。 北齐自然也能派探子隐藏在京都城,双方手段一致,目的一致。 就连对待这些暗探的态度都是一致。 皇帝听的这话,不由微微点头,柔美的脸上浮现一抹笑意。 范贤在上京城时,也算是帮了朕的大忙,此次你救他,就当还他一个人家。 海棠朵朵微微粗眉道,卑下的意思是,我们不用再理会范贤的事。 人情既已还了,那自然没有必要再继续帮助范贤。 海棠朵朵并不傻,一下子就听出了皇帝话里的意思。 一直未曾开枪的四历里听的这话,目光微一闪烁,不由自主看向皇帝。 范贤的事自然要格外关注,但他接下来要如何做,尽管其便即可。 皇帝和范贤算不上朋友,不比海棠朵朵,四历与范贤。 站在皇帝的角度上来看,范贤无论在南清如何折腾,那都和北清无关,甚至还会对北清有害,所以自然不希望海棠朵朵插手。 只是他也明白,范贤的魅力的确诱人,从海棠朵朵冒死前去救他就可以。 另外,四历里入宫也有些时日了,可一直闷闷不乐想来也与范贤有关。 身为一个皇帝,这些瞧在眼里的事,他自然能看得通透。 可有时候看破不说破却极难,尽管他已经很委婉。 海棠朵朵听罢,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,而后又继续包自己的橘子,像是同意了皇帝所言。 陛下,在南庆时若不是范贤,臣妾只怕回不来这场京城。 他也算是臣妾的救命恩人,还望陛下在他危难之际事与援手,让臣妾报恩。 四历里最终还是没能忍住说这话的时候,明显可以感受到,他内心的忐忑和不安。 海棠朵朵听罢,秀眉微皱包橘子的动作不由挺了下来。 倒是皇帝闻眼一笑,正到把这茬给忘了,他还在南庆救过你。 言罢,起身,皇帝双手背在身后,走到亭子栏杆处,眺望着春雨飘洒的偌大皇城。 片刻后,皇帝呼得道,小师姑,你带上四姑娘去帮范贤,最好能把她带回来。 其余两人听的这话,先是心神一阵,急忙起身。 海棠朵朵那么问道,陛下刚才不是还说要静观其变? 皇帝道,静观其变的是我国朝廷,至于你们之间的私情,正用岂能阻拦? 再者,若你们真能带回范贤,对我大欺,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 私情 海棠朵朵无法理解的是,皇帝为什么会用这个来当理由? 他看了看私里里,又看了看皇帝的背影,心中疑惑一时丛生,他不知道皇帝说的私情到底指的是谁? 自己吗? 不对,可如果指的是私里里,皇帝又怎会让他出宫离国寻范贤? 这 陛下,范贤的确很重要,可如果此时被南庆朝廷得知,两国战事将再无可避免。 到时 小师姑,比起宫拿我大欺,这相信亲帝更在意的是范贤。 不但海棠朵朵说完,皇帝已然出言打断,声音里透着一股自信,也透着一股春雨如苏般的稀迹。 这时,私里里微微健身道,臣妾谢过陛下隆恩。 谁知皇帝头也不回地白手道,以后你也不必自称臣妾。 朕照你入宫只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,可现在看来你在南庆比在这皇宫内安全,朕自然要放你出去。 不过朕还是要提醒你,朕能让范贤送你回来一次,那自然也能让范贤送你回来两次。 身为北齐皇帝,如果连这点自信也无,只怕他也不能和太后多个旗鼓相当。 而就在这时,宫中世间前来禀报,说是上山虎前来求见。 皇帝抬手是一丝立于退去,去准备一下吧,明日就和小师姑赶往南庆。 不多时,上山虎隆行虎步而来,一番见礼后直言道,陛下,臣封太后一旨。 前来请求陛下赐予陈兵符。 两国边境局势紧张,上山虎作为边军领袖,自然是首当其冲。 只是北齐军权,一半掌握在太后手中,上山虎虽投入他的门下,可他要领兵,还须得皇帝点头。 皇帝闻声笑道,大将军扶桑之妻,未满,便要为国戍边,这以茶代酒敬大将军一杯。 两人对以一杯后,上山虎功声道,陛下,此次南庆调动二十万大军压境,形势对我大气很是严峻。 太后的意思是让陛下早做打算。上山虎原本以为他这番话并会让皇帝心神忧虑,却不料皇帝听罢指一笑便道,朕已然有了打算。 你转告母后,不必为此事烦忧,南庆打不过来。 上山虎文言一正,陛下何以如此肯定?若南庆打不过来,那这兵符?兵符,朕依旧会给你。 皇帝拍手,正是有时间捧着一个盒子上前。 皇帝从盒子里取出兵符,交到上山虎手上,淡淡笑道,大将军幸苦了。 但闲望着夜空,众星苟月。 很美的夜景。 当初在京都和林婉儿,在范府看的夜景也不过如此。 只是,婉儿怎么样了? 他不由在心中问,袁洪道对他和自己的婚事致自未提,林若府的打算是什么? 倘若林若府当真打定住一宝自己,那林家在京都会不会和范府结盟? 如此一来,范府众人岂不是要牵连进来? 不对,只怕范府众人已经被牵连进来。 破空声再度响起。 当看到是严冰云的时候,范贤第一句话就问到范府如何了。 今日在五竹那店铺内,没来的急问就睡了过去,此刻再见的严冰云。 他自然要问一问京都内的情况。 严冰云依旧一喜白山极深,俊朗的面孔上带着淡淡冷意。 范府众人一切如旧,只是范贤刚刚上任的户部尚书又被贬了下来,现在依旧是户部侍郎。 我听说你开了个书局,林走时还特意去看了看,生意惨淡。 至于你那妹妹,最近时常进出东宫,除此之外,倒也没什么异常之处。 已经升任四处主管的他,在京都里自然也有了自己的势力,而监察院掌管天下事。 他想知道这些消息,自然一如反掌。 范贤文言点头,没见露出思索之色,却并未说什么。 严冰云看着他道,我还以为你不会问。 范贤瞥了他一眼,你以为我跟你一样,为了大庆什么事都能做,什么人都能放弃。 他们是我的亲人,是我牵连,我如果连闻都不为一下,我还算人吗? 范贤其实挺自私的。 他一直以为自己挺自私的,因为他的理想就是自己生活的富足愜意,至于其他人怎么样,跟他都没什么关系。 可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自私的人串联起来的,大家都过着自己的小日子,生活美满,玩事平安,不求今天动地但求平平淡淡。 范贤觉得,如果这世界里都是他这样的人,那也就不会出现什么人祸了。 只是,他觉得的和这个世界原本是如何的,相距甚远。 严冰云冷笑一声,你这样的人注定成不了大事。 院长如此待你,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。 严冰云对陈平平的敬重,已经到了一个很极端的地步。 当初在北齐上京城市范贤,曾让他帮自己掌控监察院,那时候他便言辞拒绝过。 因为在他看来,天下能掌控监察院的只有陈平平。 只有他才配掌握监管天下诸事,也只有他才能做到,对任何事都保持以南清为重。 而范贤不行。 你是斯南伯的私生子,一直养在此处,按道理根本没机会和院长扯上关系。 你说说,院长为何会让黑齐前来帮你? 严冰云始终没想明白这件事。 黑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陈平平能让黑齐千里迢迢赶来这弹州,足以说明陈平平对范贤的重视。 可范贤只是一个斯南伯的私生子,他为何会得到陈平平如此器重? 他想不明白,所以希望范贤自己能告诉他。 范贤文言摇头,片刻后才道,我也不知道。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没什么欲望,容易掌控吧。 没什么欲望是真,容易掌控是假。 严冰云自小被监察院大力栽培,对任何人与世都敏感度极高,如何听不出他这话是在敷衍自己。 我调查过你,听说你的母亲是叶青梅,严冰云觉得自己不抱点猛料,范贤是不会说实话的。 可范贤只是微微点头并未说什么。 严冰云继续道,可我没有找到,有关你母亲的任何书面记载,就连院内也不曾有。 话音落下,严冰云的眸子里闪过一道利芒。 若大难庆,即便是陈平平自己,也在监察院内有记录,可范贤的生母却没有。 这说明什么? 这只能说明,范贤生母所牵扯的关系比陈平平更秘密。 或者说,范贤生母的影响比陈平平更重要,所以才没有在监察院留下记录。 可如今看斯南伯的处境,他却并未因为范贤生母,而被皇帝有任何优待,该扁的还是扁了。 那范贤生母到底有什么能量,能够让监察院都不曾记录。 这时范贤呼地问道,你是在猜测我为什么要让你帮我掌控监察院吗? 严冰云宣眉一紧,清俊的脸上顿时浮现一抹冷意。 范贤健壮笑道,你不用如此紧张,我既然已经向你开了口,自然拿你当自己人。 你当知道我母亲是监察院的创始人,我让你帮我掌控监察院。 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惬意一点,另外一方面也是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。 就像是内裤,也是我母亲留下的,我拿回来自己握着,有什么不妥吗? 严冰云疑惑的是,叶清梅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,能够在监察院里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。 他当然知道监察院是叶清梅所见。 此时听到范贤这么一说,他忽然觉得有道理。 可道理这东西,你说有他就有,你说没有他也没有,可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掌握监察院。 监察院乃庆国之众,凌驾于任何机构之上,若让你这种人掌控。 庆国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乱子。 在严冰云看来,道理虽然很实在,但前提是要建立在对庆国有利的基础上。 如果范贤掌控监察院对庆国有利,那刚才的道理的确是道理。 可如果范贤掌控监察院,对庆国只有百害而无一利,那刚才的道理也就不能成为道理。 范贤无奈摇头,我跟你说不清楚。 还是之前那个问题,为了庆国你什么能多做,但你没想过在那些人眼里?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 人活着,不就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 如果连这点自由也没有,那活着的意义在哪里? 成为一个知满口为国为民的行使走肉。 兄弟,劝你一句别那么理想主义。 何为理想主义? 颜冰云粗没问道。 范贤只好白他一眼道,理想主义就是你这样的人,总以为自己对整个庆国很重要。 总以为自己能以一人之力力挽瓣狂澜。 可你不知道的是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干。 庆云年第二季第五集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有你,随日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